一二零零 北北姬桃我都行 四人一字排开 民进党北北姬桃市长候选人 合体端出交通证件 喊出每个月从一千两百八十 降到一千两百元的月票价 并提升运据量能 期盼打造绿色运输首都生活圈 这个首都通啊 这不是只有变成交通啊 它真的是未来 我们整个首都圈一千万人口 可以呢就是来发挥 就是以首都通为主要的一个 票证的一个系统 扩大的一个生活圈的服务 交通证件纳入基隆桃园 也是因为要扩大服务范围 将台铁及国道客运 纳入证件中整合 甚至预算三十五亿都已经算好 也有经费来源规划 只不过要落实这样的交通愿景 绿营恐怕是要四席全拿 端看现在的北部版图 台北市由民众党主政 新北市则是蓝营版图 只有基隆跟桃园才属绿色执政 不过首都圈选战 今年只有新北市长侯友宜 要争取连任 其他的台北 基隆 桃园 通通都会由新市长上位 首都新版图各党竞相插旗 要四席全拿的 当然也不只有民进党 不要像我现在要跟台北成立一个双北会议 要跟桃园成立一个新北桃园会议 要跟基隆成立一个新北基隆会议 也许很多的小事可以用这样的过程 但是面对重大的建设 面对重大的灾难 我们有快速反应的市所长应变机制 尤其近日国道一号边波崩塌 仅仅一处却影响北北基交通 甚至从族语教师资源层面 也看出双北人力选述问题 种种现象再在显示北北基桃 密不可分的关系 现在各阵营积极抢占这1000万人口的首都圈 也是期盼未来沟通管道更顺畅 原则新闻阿斯许家荣台北市采访报道